很多人会问我说牛奶到底可不可以喝 网路上也会说牛奶其实是给小牛喝的 不是给人类喝的 因为其实我们人类是一个杂食的动物 所以你看在所谓的北欧的国家 他们其实都会喝羊奶或者所谓的牛奶 当做他们生活中的其中一部分的来源 有些人他不愿意喝牛奶的原因 是因为喝了牛奶会拉肚子 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 那的确尤其像我们东方人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但又想喝牛奶 其实现在有无乳糖的牛奶 甚至就是说你可以不要一次喝这么多 可以慢慢喝逐渐增加的量 也可以帮助你降低所谓的乳糖不耐 那另外有些人不想喝牛奶的原因是觉得说 担心这个牛奶好像会容易造成所谓的过敏的问题 那的确我在临床上也会遇到有些人皮肤会长痘痘 你可以去做检验 例如像慢性过敏源或是急性过敏源的检验 如果你检验出来发现有对牛奶的过敏 可以就是暂时先不吃这些东西 至少三个月 然后看看你的身体的一些变化 那如果说你不想花这个钱去做检验 也没有关系 可以从现在开始呢 就自己抓三个月都不吃任何的奶制品 但是提醒大家 奶制品其实是超乎你想象的无所不在 像我们吃的这个馒头 就是包含我们吃的肉包子的那个皮有没有 我们现在人喜欢吃比较白比较松软 所以有些包子皮其实一样也有加牛奶 或者是我们喝玉米浓汤 其实也会加牛奶或奶粉 另外呢在我们吃起司蛋糕这一类 饼干里头也都会有奶制品 那么你可以在这三个月内呢 就不要吃这些所谓的奶制品 看看你的过敏或是一些发炎的现象 有没有比较好 那以我临床的经验啊 有时候比较好是因为 他就不再吃蛋糕和甜点了 那因为蛋糕和甜点 有时候他相对比较容易有糖有油 所以会刺激我们的发炎反应 一旦他不吃了这些所谓的零食以后呢 相对他各方面的皮肤或是过敏都会好非常的多 那讲到这边呢 其实牛奶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他最主要就是有所谓的维生素B2 跟所谓的钙质啊 那大家想到钙质就会想到 小朋友长大跟骨质疏松都跟钙质很有关系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不想喝牛奶的时候 还有什么样的选项呢 例如像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豆腐豆干豆浆里头 还是有微量的钙质啊 那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鱼干也会有钙质 另外我们也可以包含了有一些蔬菜 它的钙质相对是高的 炒酸低 因为炒酸会影响到钙的吸收 例如哪一些这个蔬菜呢 比如说像是南瓜洋葱高丽菜 都是一些不错补钙的东西 也提醒大家啊 我们吃进去的钙也要经过维生素K的吸收 所以我们也会很需要深绿色蔬菜的维生素K 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吸收 最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 喝牛奶还是要适量喝 牛奶有分全脂脱脂还有低脂 那大家常常都会问我说 要喝哪一个呢 个人呢其实比较喜欢喝全脂 因为味道比较香比较好喝 脱脂呢相对就要提醒 虽然热量比较低 可是因为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 像维生素A和D 也会容易随着这个脂肪被脱去而没有 就跟大家分享 没有这么的硬性规定 还有呢要提醒想要减重的朋友 一天两杯拿铁 也要计算在你的热量里头哦 因为牛奶也是有热量的 所以喝牛奶一天最多就是500cc 这个牛奶的意思包含了优格起司 都算在500cc以内哦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牛奶的营养小知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 欢迎帮我追踪订阅并且分享哦